谷歌自从昨天开了IO大会之后 扬眉吐气啊命不该绝 我们做YouTuber的都帮他捏了一把汗 要知道我们都是半个谷歌打工人 我们收入的一部分都是要奉献给YouTube 也就是谷歌老大的 那他到底公布了什么样的功能 宣布了什么样的神器 能够令他的股票在两天之内一路飞升 今天还跳空高开 市值直接涨了560亿 那我们就用10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10个重点 那在Gmail里面呢 其实我们一直都已经有一个AI的功能了 就是在下面有三个选项 就他大概已经读完了这个email的内容之后呢 有三个选择让你自动回复 然后按下Tab 他就自动帮你完成你想要讲的话 那这个功能呢 根据匹柴哥说呢 在去年已经被用了1800亿次 那Gmail现在推出就是说帮我写 就比如说有个航班被取消了 那我不想要再飞了 我现在想要退款 而且是退全款 那这个魔法笔呢 就能帮你把这个email全部都写出来 只要给他一个简单的提示词 他能完整的帮你把整篇email全部写出来 如果你觉得这写太短了 可能拿不到全额退款的话 你还可以让他帮你refin一下 修改一下 延伸一下 让我们能看到Gmail的进程啊 就是从给你三个选择 到tab一下帮你写完 到整封email全部帮你写好 这也是一个挺大的改进哈 那谷歌他在之前呢 就已经有streetview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在任何一条街道上呢 你都能看到 感觉就像你身临其境 站在那边看到的场景一样 这种沉浸式的感觉 就是能够让你在 没有去到这个名胜古地之前 就已经一览他的全貌 那现在谷歌要把它推出到 所有的街道 那现在的谷歌搜索呢 是每天给我们提供 两百亿公里的指引 那从现在二维的这种街道景观呢 他马上就要推出 三维沉浸式的导航 也就是说 你就想象自己是个superman 超人 然后呢 就在天上飞 看着这些场景 能够看到树啊鸟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景观 希望它不是画饼啊 到时候如果看不到鸟的话 我会回来责问它的 鸟在哪里 它还推出了一个 拉时间线就能看天气的功能 这个也挺实用的 如果比如说 我知道一个小时候要下雨的话 那我肯定是赶紧逃啊 那这些功能呢 都是这个夏天推出 然后年底的话 是有15城市会有这个功能 那匹柴哥还说 在Google Photo这个app里面呢 每个月都有17亿张照片被编辑 我在他说魔法橡皮擦之前 我都不知道原来Google Photo这个app 可以把后面背景 不想要的东西给去除 那其实Google Photo呢 我之前呢 是知道有一个Google Lens在这边 然后他能够分析得出 你的外套可能是在哪买的 这是真的还蛮像的 当然不是我买的地方哈 那比如说点这个眼镜 他还跟你分析得出 跟周阳青还同款 怎么5块钱那么便宜啊 不对吧 那我还真的不知道 原来在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啊 原来是有一个tools 就在这里 然后有一个magic eraser 所以就比如说 我要把这个灯给取消 诶他就没了呀 我都不知道原来Google Photo 原来这么有用哈 这是他的隐藏功能 那比如说我把我的眼镜给取消 哎呀我眼睛没了 好吧 在这里哈 就是他的这个还挺快的 发现好像比clipdrop还要好用诶 那他现在把魔法橡皮擦 变成了魔法编辑器 就比如说这个老太太 在瀑布前面拍了张照 有个黑色的肩带 可以呢直接选中肩带 把它删除 还可以把这天空的颜色变亮一点 还可以把老太太整个人 拿起来放到旁边 然后让他手上好像拖着瀑布一样 再来看一个更牛的 就是把小孩跟整张椅子搬一下 搬到整个布井的中间 居然能够把剪成一半的气球跟椅子都能补全 而且如果你觉得背景太暗的话呢 他还可以把整个背景都变亮 同时间把整个画面跟背景配合 一起变亮 所有的都是用AI来完成的 谷歌现在就有15个application了 每一个都有5亿的用户 那其中呢就这6个app就有20亿的用户 那谷歌这次推出的理念就是Making AI helpful for everyone 让人工智能成为每一个人的帮手 那谷歌还推出了迄今为止最强的大语言模型 Palm 2 是用了5400亿个参数来进行训练 据说是GPT的三倍 谷歌这次也是被逼急了 以前呢都是被吐槽被嫌弃 这次一上来GPT三倍的参数 直接推出四个不同大小的语言模型 有壁虎 水塔 野牛和独角兽 其中壁虎这个最小的模型 可以在手机端使用 甚至不用上网就能使用 Palm 2 无论是在数学 常识推理和形式逻辑方面 都会吊打GPT 而且它即将兼容100多种语言 虽然现在中文还不行啊 日文跟韩文已经可以了 我就不懂 它为什么就是不推出中文呢 这是急死我了 像炫飞都推出了 星火认知大语言模型 Google到现在中文还没出来 那谷歌这次又推出一个 叫做MediPalm 是来自谷歌研究的 医学大语言模型 专为医学领域而设计 能够减少九倍不准确的推理 那它在医疗执照考试风格的问答中呢 表现出了专家的程度 看样子谷歌的发展方向 是要深耕医疗领域 我钱多呀 要知道在美国的印度孩啊 都挺惨的就基本上没什么时间玩 就是你在playground很难见到印度孩 因为他们家里面呢 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考上医学院 这个厉害了 就是看X光照片就能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感觉有了MediPalm之后呢 医生的考试也不需要那么难了 巴德也做了很多的更新啊 包括了编程 抓虫 还有帮你解释这个代码 他现在已经能够理解20多种编程语言了 那我刚才呢已经尝试了Google Bar的其中一个功能 我就直接泛滥让巴德帮我列重点 就是谷歌昨天Io大会上面所有跟AI相关的功能全部把它列出来 10个Bullet Points 然后他就帮我全部列出来了 那这不是最厉害的 因为我现在直接按一下下面这个键 直接Draft an Email Email Created 直接把它产出的10个重点 全部复制到了Email的内容里面 还把我问他的问题直接放在标题里面了 那如果我再点一下Export to Docs 直接帮我开了一个谷歌文档 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了 真的好方便啊 因为暂时我的巴德还不能讲中文 我直接在工具里面 找Translate Document 把它选成中文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e 他就整篇文章帮我翻译成中文的了 真的太好用了 我又测试了一下他的coding的能力 就问他你能不能做一个猜字游戏 于是他就写了一段代码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按下面的小键头 Export to Colab 然后打开Colab 直接运行 看看他能不能工作 可以了耶 Guess a letter 没有 W 没有 P 没有 E 也没有 再来个L I lost 输了 在GPT和Bin会有plugin 那巴德就有tools 都是同样的东西 可以兼容其他不同的应用程序 就比如说可以购物的Instacart 和可以学习的可汗学院 现在的巴德 我问他在LA有哪个地方可以去 但还是一堆文字 将来他会有图片和文字的结合 终于不是看一堆字了 我终于可以看一些图片了 那在Google Lens的基础上 他们也会有做更多的更新 就是你上传一张图片 他就知道这只是德木 另外那只是金毛 你还可以让他根据图片而写一句话 比如说你俩哪只是好狗 那巴德跟谷歌表格也会有更深一层的联系 就比如说我想要去上大学 那我喜欢打游戏 我要读什么戏 那如果是这个戏 在宾州附近有哪个大学 我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想要有更好的视觉效果 还可以在谷歌地图上面 把这些大学全部都列出来 如果还是没办法选 就让他把所有的大学 列到一个表格里面 还可以跟他说 那么嘉义航告诉我是公立学校 还是私立学校 还是没办法自己选的话 可以把它导出到谷歌表格里面 分享给其他人 让别人一起来帮你选学校 那他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宣布 就是要跟Adobe的Firefly 萤火虫结合了 现在的Bing是可以用中文提示词绘图了 虽然他画的不怎么样 但是呢 他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就不知道以后的萤火虫 会不会画的比Bing要稍微好一点 我们拭目以待啊 等他出来之后 我们来挑战夫妻废片 驴肉火烧 煎饼果子 红烧狮子头 公宝鸡丁和松鼠鱼 看他画的怎么样哈 Bing宣布完全面开放之后呢 谷歌也跟着一起 将巴德全面开放给180多个国家了 那谷歌这次也是被逼急了 他现在也要做实验了 就是在搜索完的第一个位置 最宝贵的位置 最抓眼球的位置 要让给AI 在购物搜索这方面呢 他也会有很多的更新 就比如说我要去一个婚礼 要两天之内送达一条裙子 那这条裙子呢 要舒适 要颜色靓丽 要trendy 款式不能过时 那选定了裙子 我不能光买裙子吧 我还得买点首饰啊 还得买双鞋去搭配这条裙子 再比如说午餐上哪吃 直接让Google帮我选两个 吃午饭的地方 如果两个都不喜欢的话 让他再加个咖啡 再比如说来个常跑的训练计划 让我在夏天以前呢 能够跑十公里 他就直接给你了 第一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的训练计划 那这些呢 都是开放申请啊 在哪里找呢 就是你要在手机上 找到Google的那个APP 左上角会有一个 长得像小瓶子一样的东西 你要去申请一下 我们等了好久的Music LM 终于可以开始登记测试了 但是呢 现在只是接受申请 不知道他会不会批我 但是我先join the waylist 这个我们都等了两个多月了 才出来 还得说明 你用这个工具 是用来做什么的 名字叫AI Test Kitchen啊 国内现在AI孙献资 都已经大火了 他Music LM 现在才只是接受申请 你说我急不急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Studio Bot 是Android开发的编码伙伴 这是针对安卓系统开发的 一个小机器人 他是由人工智能驱动 可以理解自然语言 能够帮助安卓开发人员 生成代码 找到相关资源 学习最佳实践 并且节省时间 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 我的课程啊 现在还是价格合理 价值满满 其实现在很多人的痛点 就是知道AI就是未来 而且他能够帮我们 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不知道 从哪里开始学 我的课程就是帮大家解决了 不知道从哪里 开始学起这个问题 就好像学开车一样 我们虽然不知道 引擎的构造 但如果我们要开车 去一个目的地的话 我一定要会开车 也就是说 我要能掌控 它向前还是向后 往左还是往右 所以对于我们普罗大众来讲 学习使用AI工具 才是我们真正 应该要努力的方向 记得去描述栏 看一下我的课程链接啊 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内容了 而且我现在每个礼拜 还在不断的更新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McKinsey